大家好 首先在这里对于第八章做一些的重点的提示 那总共有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呢 我们主要是讲服务的意义 特性以及它在行销上的这个意义 第二个呢 就是要介绍行销的分类 以及服务的系统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对于一个服务品质的管理 其实一个服务成功的关键 其实是在服务的这个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之上 比如说最近我收到书商 他推荐的一个书单的这个目录 还是在行录 那我翻了一下 我觉得其中基本教科书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想去跟他做进一步的这个洽谈 结果呢 我发现翻来翻去找不到他们这个业务人员的名片 只有在这个书单的后面呢 写上他们公司名称还有他们总机的电话 那意味着就是说我必须要打电话到他们总机 然后再询问业务人员是谁 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就是没有考虑清楚 那应该是要有一个业务人员业务经理的名片 有他的专线有他的手机随时可以保持联系 那另外像之前在学习叮咛 我指出的这个在鼎泰峰的服务人员 他可以从顾客喝茶时茶杯的角度去判断他能够侦查的 侦查的这个时机 那这就很重要 因为如果时机不对 对顾客就是一种干扰 此外呢 在美国有一家餐厅 我常常都跟同学举这个例子 就是叫做小华盛顿餐厅 他在美国的这个服务品质排名第一名 那这个我的朋友就特别想去见识一下 这个餐厅的服务 当然我在这里是简单的说一下 那还有很多的例子 那需要同学 在接下来看 收看我的这个投影片 每一张每一节的这个投影片 才会讲得更清楚 我这简单的讲一下 他就去那个去见识一下 结果真的是 所有的菜色香味俱前 那那个服务品 服务生的这个应对进退 这个品质之好 不在话下 那因为他们是讲中文 那这个 这个 适应生有时候就是 在沟通上有点不知道中文 他们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 快结束的时候 那那个适应生就用 这个几句的简单的英文 意思就是说 邀请我的朋友 到这个厨房 去参观 因为他们的主厨 大厨 特别这个安排 希望他们能够到厨房去参观一下 那他们感觉就很受宠若惊就去了 那这个大厨就花了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大概跟他们讲一下 那整个这个厨房的流程是怎么样 里面是怎么样注意到这个卫生干净等等 那他们就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满意就回来了 那就是这个餐厅 他真的能够注意到顾客的这个感受 一定要让顾客的这个满意度超乎这个顾客所预期的程度之上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做好一个服务品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还有更多的例子 那希望同学呢 来继续看下面的这个投影片 我的讲解 那会让同学这个对这个服务行销 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以及日后如何去实践这样的服务行销 好 先讲到这里 谢谢